各位弟兄姐妹 本主日是圣神降临后的第一个常年期主日 在这个主日教会庆祝天主圣山节 也就是庆祝天主圣父、天主圣子和天主圣神的节日 在世旬期以及复活期这两个时期中 我们特别默想了天主圣父在救援历史中的创造和救赎工程 同时我们也在父的创造及救赎工程中 默想了圣子耶稣的玉岳奥基 这奥基使得救赎工程达至顶峰、真至圆满 而上个主日我们则是庆祝了圣神降临节 宣告天主已经借着圣神而将那诞生于加尔瓦略山 并由耶稣他那被赤透的热旁所出生的教会显示给世界了 并且圣神要带领那已经显示给世界的教会 成为复活基督在这世界的鲜活标记 以完成那因着基督的约奥基而已经达到圆满的救赎工程 而这个主日我们就要以天主圣山的庆典来总结天主圣山的整个救赎工程 每当我们想到或者谈到天主圣山时 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天主圣山的奥秘 然后虽然历来的教父和神学家们 不断不断地试图要将这圣山奥秘的面貌 用神学的语绘描绘出来 但总是很难用我们人的理智和思维把它说得明白 因此在荣修教宗本篤十六世的穆子会章里 或是他几件教宗常用的专用祭批上 都是有贝壳的那个图像 这个图像起源于本篤教宗在研究教父圣奥斯丁的圣山论词 所读到的一则故事 这则故事叙述圣奥斯丁 他耗尽所有的心思 企图穷尽天主圣山的奥利 可是却无法穷救而心感挫折 于是天使在他有一次与海滩散步的时候显现给他 以小孩的形象 手中拿着贝壳 然后不断地从海里摇水 并把摇起的海水倒入沙滩的一个小洞里 而圣人看到这种情景很不明白 他不明白这个小孩究竟在做什么 所以就问了 这个小孩就回答他说 我要把所有的海水全部倒入这个洞里 这个圣人一听 哈哈大笑 因为根本不可能嘛 结果幻化成小孩的天使 反而笑奥斯丁 你不也一样吗 你妄想用你的小老带瓜子 就像穷尽天主圣山的奥利 不就像我一样 想把浩瀚的海水 一瓢一瓢的倒入这个小洞里 一样嘛 不可能嘛 因此弟兄姐妹们 我们这位神学家教宗 就用贝壳这个图像 来表明他对天主圣山奥秘的全然敬畏 的确 面对这天大的奥秘 想要完全用我们的理智去了解 根本不可能 事实上 对我们人来说 天主的启示 需要我们去相信 而非去全部理解 也因此早在第四世纪 在小亚西亚有位引修士 叫Evaglius Ponticus 他在埃及沙漠引修 他就曾经这样形容过天主说 天主是不能被我们的心灵抓住的 如果天主能够被我们的心灵抓住 那么天主就不是天主了 第十五世纪的著名的灵修著作 施主篇 也有异曲同工的类似说法 这部书里面谈到天主圣山 就这样说 取悦天主圣山 要比知晓圣山的神学更加重要 弟兄姐妹们 这句话真是一语重低 我们人有限的思维 永远无法完全明了天主的奥秘 也很难去度量天主的思想和行径 在人的有限经验里 没有任何类似的事情 可以与天主相比拟 因此一切的比拟 跟凭空的想法 都没有办法让我们抵达天主 历来的教父和神学家们 不断地试图要将这圣山的奥秘面貌 用神学的语绘把它描绘出来 但总是很难用人的理智和思维 来说得明白 不过历来还是有许多教父跟神学家 能够用尽了各种比拟和想象 企图去抓住天主的面貌 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第四世纪的圣达修 他就以泉源河流小溪 来比拟天主的三位一体 圣奥斯定呢 他则是用人的理智情感跟意志 来比拟三位一体的天主 还有爱尔兰的主宝圣伯多 圣伯多 圣伯特克 他是以三叶草 就是我们俗称的信誉草 来向人解释天主的三位一体 事实上 直到现在 神学家们对三位一体的奥秘 仍然无法给一个十分圆满的解释 因此教会 也只能把天主 对有关他自己的启示 用我们人非常有限的语辉 来描绘天主无限无量的信体 比如说 在今天这个解日 所用的颂谢词 就这样说 你和你的独生子 及圣神 只是一个主 一个天主 不是单独一位 而是三位一体 你的光荣 和你圣子的光荣 与圣神的光荣 毫无差别 三位分明 性体为一 均微均等 这是 今天的宋谢词 所能够表达的 我们穷尽 我们人的语言 也只能如此表达 弟兄姐妹们 天主圣山节的重点 除了在于 天主圣山奥秘的 默想之外 本主令弥撒所提供的 三篇读经 更是要让我们 惊艳那由圣山奥秘 所表达的爱 是的 爱正是天主的本质 所以我们常以这本质 来形容他 而称他 天主是爱 天主是爱 正因为天主不是一块 孤零零的石碑 而是三位一体的天主 在爱中的结合 圣父因着爱 而将一切给予圣子 圣子怀着感激 而接受一切 并且以爱还爱 圣神则是圣父 与圣子爱的过失 天主愿意 天主愿意将这圣山的爱 分享给我们 好使那存留在爱内的 就存在天主内 天主也存在他内 因此可以说 天主圣山节的庆祝 根本就是 庆祝天主的爱 今天的第一篇读经 出古记 就要带领我们去 经验到天主 他那令人惊奇的爱情 这个爱情事件的本末是 当选民才刚和天主 立了盟约 而就在梅社上 西乃山去见天主之际 竟然选民就迫不及待的 要求亚郎 给他们建造一个 可以看得见 可以用来朝拜偶像的仪式 用这个仪式来朝拜的金牛神 以色列选民 背信忘恩的滔天大罪 却因着梅社再次上西乃山 向天主求情 而获得了天主的宽恕 天主不仅仅宽恕了 以色列子民 更加码要梅社 带两块相似的石板 再上西乃山 接受他的法律 而也因着天主所赐予的 这项宝贵恩典 人类才得以与天主建立起特殊的 孟约关系 这整个世界向我们全面展现出 天主的慈爱本质 这本质就是天主自己所大声宣告的 我是上主 上主是慈悲宽人的天主 缓于发怒 赋予慈爱和信实 这项宣告 正是天主为自己所下的定义 这定义 这定义充分显示出天主的慈爱 而这慈爱可以克胜罪过 把罪过遮延起来 而将之一笔勾销 是啊 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天主 是不摧毁罪人的天主 他不折断破伤的滤味 不洗面 僵袭的灯心 反而在人犯罪跌倒时 以更令人惊讶的方式 抑制破伤 电燃灯心 向人展示他的大爱 而本主日弥撒的若阿福音 更是对这大爱 做了一个大跃进式的补充 在福音中 我们听见耶稣对尼克德摩这样说 天主尽这样爱了世界 爱了世人 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 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上亡 反而获得永生 听到了吗 弟兄姐妹们 耶稣在这里为我们指出 天主如何爱了世人 他以舍去挚爱独生子的方式 来表达他爱世人的纯度与深度 那位身为法利赛人 同时又是犹太人首领的尼克德摩来说 对天主爱世人 甚至爱到如此疯狂地步的说法 应该是很不习惯的 为什么 因为法利赛人习惯去定人的罪 来肯定自己的异 他们习惯持守法律 来保持自己的纯洁 他们习惯去排斥他人 来保持自己天主选民的正统性 是的 法利赛人习惯以这些方式 去建立他们的身份认同 然后耶稣却完完全全相反 耶稣不以定罪 不以排斥的方式 他不以排外式的仇恨 去确定自己的独特身份 反而是以完成法律的爱仇行动 来展示自己天主子的身份 然而弟兄姐妹们 你可能会问 耶稣这样说 难道不是要制造 另一套定罪标准 制定另一套法律遵循 营造另一种生死 不相往来的敌我矛盾吗 决然不是 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中 就表明了他到世界来的目的 他说 因为天主派遣子到世界上来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而得救 信他的不被定罪 不信的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没有信天主独生子的命 再次 耶稣明白表示 他不是要制造另一套法律 来定人的罪 不是要制造另一个法律 来定黑暗的罪 不是不是不是 他是要展示出一个有天主临在的生命 这生命究竟可以怎么样 这些天主旨得救生命 将是一种带着天主爱世人的精神 去走向异己 将敌人伸出友谊之手 以仁爱激发仁爱的生命 是啊 耶稣来到世界 不是要兴起一场光明与黑暗的宇宙殊死战 不是的 耶稣也不是要横冲直撞 吹枯拉朽地 歼灭活在黑暗中的罪人 不是的 他来是要点燃光明 让黑暗无所遁形而自行惨悔 并且向往光明 就如同创作 让自回头旷世名画的荷兰画家 临不然他画里所透露出的 渴望的那种光 对光明渴望的光 在优微的光影中 这光让人生看到了盼望 的确 弟兄姐妹们 天主原本可以直接来定罪黑暗 直接审判世界 直接处罚罪人 然后即使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的昏暗 但天主能不改其中 他能救爱 甚至把自己最宝贵的独生子派遣到世上来 成为肇事的真光 以他的牺牲来消除我们的罪恶 以他的死亡来拯救我们罪恶 如此 借着耶稣的降生成人 天主以恶马如恶 天主与我们同在 圆满地 达付了今天读经义 出谷祭礼 没事的那个祈祷 他的祈祷说 五主求你与我们同行 所以弟兄姐妹们 耶稣降生成人 天主与我们同在 不就答复了 出谷祭 没事的祂祈祷中的渴望吗 而这也正是透过耶稣的苦难死亡和复活 天主更圆满地垂云的 没事更进一步的祈祷 更期望 他的祈祷说 求你宽免我们的过犯和罪恶 让我们做你的子民 是啊 弟兄姐妹们 每一次的这个祈祷 以及他所怀的这个渴望 不就在耶稣的约翱基当中 完成实现了吗 是的 天主就是这样向我们显示的 他就是尽这样爱了世人的天主 尽这样爱了世人的天主 总令我们挖空心思 穷尽人间所有的语言来形容他 例如 我们常形容天主是智慧的 仁慈的 而且不单如此 我们甚至用最高级的形式来形容他 说他的智慧是上智 说他的人慈是无限仁慈 而说他的爱是爱到底的爱 然而我们几乎从来没有用过一个字眼来形容天主 哪一个字眼 这个字眼尝试我们人生所渴望 以及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 也就是喜悦幸福 所以呢 有个问题 我们或许很想问 天主是喜悦幸福吗 如果打开旧位圣经 我们看到天主启示给他的选民以色列 他是唯一的真天主 也是所有受造物的天主 虽然透过以色列民族所受到的垂青与祝福 让我们看到天主与人的关系 然后旧位中的天主给予我们的整体印象 还是与我们人类好像有一个蛮遥远的距离 甚至在他的无限尊威中 还有那么一些高处不生寒的孤独严峻感 因此天主真会是一位幸福喜悦的天主吗 实情一满 当一切一按天主的计划准备就须 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独生子来 生于童贞玛利亚 向我们启示天主的完整面貌 而耶稣启示了我们怎样的天主面貌 耶稣启示我们 天父是我们在天之父 他不仅是生命之源 更因为爱而透过他的圣旨 把他的生命分享给我们 而天主圣神则是在永恒的爱中 与父及子联合一起 因此从耶稣的启示 我们知道天主不是忧愁孤独的 他在最最完美的爱中 拥有最最圆满的喜悦幸福 这就是天主 我们人是天主按他的肖像创造的 所以我们自然能从生命之源 分享这喜悦幸福 因此 每当在捷运车厢里 看见年轻的父母 怀抱着他们的宝贝儿女 脸上流露出洋溢的幸福时 此刻我暖心地知道 天主一定是喜悦幸福的天主 每当我看到父母在他们儿女的婚礼中 在他们儿女的幸福中 不禁留下喜悦的泪水时 从这幸福泪水的映照里 我也看见了那位幸福喜悦的天主 每当看见一个家庭成员彼此之间 虽然彼此所期待的不是那么完美 可是仍然依旧可以彼此祝福 即便彼此常常会带来挑战 但是彼此依旧可以拥抱宽恕 以及互相倾听 在彼此身上敬艳到幸福喜悦 此刻 我那么确确地知道 天主是快乐幸福的天主 因为这是我们人分享天主的喜悦幸福 但万万想不到的是 天主竟也要因我们而幸福喜悦 一如他因他的圣子而幸福喜悦一样 他不是对着耶稣说过吗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是的 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耶稣来的目的 他来向我们分享 他所领受的幸福的祝福 同他一起聆听 天父曾经对他说 如今也要对我们说的喜悦幸福 而最后 每次在我们祈祷的时候 我们总会画十字上号 一手触摸我们的额头 我们的胸前 还有身体的两侧 并在口里送念着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的时候 就是在提醒我们的天主圣神的祝福 也叮咛提醒着我们 我们是分享圣神生命的人 这同时也是宝露经常意识到 并时常放在他口中 分享给人的喜悦幸福 与永恒生命 他在今天的读经 哥林多后书里 就是以圣山之名 对我们这样祝福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共荣 常与你们同在 这也是我们在弥撒一开始的时候 透过祖祭的口 天主对我们的祝福 弟兄姐妹们 就让我们祈求天父 派遣圣神 请住在我们的生命里 使圣神在我们的身上 形成天主圣子的形象 让天主圣父在看我们的时候 就能在我们的生命内 看见祂的圣子 应付其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